各位朋友欢迎参加我们今天的讲座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 新柏拉图主人的上帝观 讲员是杨宣弟兄 今天杨宣弟兄呢 他曾经在美国马西亚驻塞州的高中大学 获得哲学数学双专业学位 这就是非常优异的成绩 最常有哲学的天赋 他一直现在上学 他现在是再读硕士 再读硕士 他今天跟我说 新柏拉图主义 我想对于很多人的陌生 刚才我们谈到为什么陌生 因为西方的保守主义哲学流派 非常惧怕新柏拉图 新柏拉图主义的那种结构头 保守派呢 也不太学新柏拉图 因为它是哲学 虽然在中教的很明显的时候 它不是明显的深学 所以保守派呢 就是学者和哲学者 就是喜欢和保护心态的事 新柏拉图主义的 其实是最冷漏 但新柏拉图主义的意义非常重大 我基本上可以认为新柏拉图主义是 西洋传统哲学 和基督教哲学 就是奥古西洋传统哲学之间的过渡 最常重要的过渡 当然我可以把比喻为 中国人 如果是中国人的学生 那么新柏拉图主义相当于宋明文学 生活理学 新学 有点 这个性质 生活理学和新学也被称为新国家 新柏拉图主义也是如此类似 但就我整个的看法是 新柏拉图主义呢 就是是柏拉图主义 借鉴了基督教的信仰 借鉴了基督教的神学 于是产生新柏拉图主义 所以它仍然是个柏拉图主义的框架 仍然是希腊族哲学 发展了柏拉图主义的哲学 就是借鉴了基督教 那么翻过来 它最后又影响了基督教的神学哲学 所以奥古西洋 结果发展出完整的这个哲学学 还有生意学联合在一起 这是很了不起 很伟大 它受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 很多影响 但它又去除了新柏拉图主义的 一些弱点 奥古西洋确实是非常利用的器材 它是以生归史人物 就是哲学界和生学界 都是如此 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杨先生 谢谢马克 我今天来给大家带来 主题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观的讲座 我本人还在攻读我的硕士学位 所以我今天可能也是以学习者的身份 来和大家分享 我现在关注的这一部分的哲学问题 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讲座能够给大家有益 然后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充分交流和学习 今天的题目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观 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哲学家们还是非常多的 我主要把焦点今天放在两位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上 一位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者 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之父 叫普罗提诺 一位是韦迪奥尼修斯 那么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必然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柏拉图 所以我这个讲座也会涉及柏拉图 他的一些一部分知识 所以我把这次讲座的焦点放在柏拉图 普罗提诺和韦迪奥尼修斯三位哲学家身上 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 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 是哲学上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就是一和多的问题 也就是说到底是这个世界有一个大一统的统一 这个统一统一着世界上 纷繁复杂的多元化的事物 还是说这个世界本身 在本质上就是多元化的 那么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 都在竭力在自己的哲学中 探讨论述或者说描述 探讨关于这个大统的统一的知识 也就是说一这个概念 或者说一这个实体 或者说它是个实在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中 具有一种独尊的超越的地位 这个大一统的一超越万物又统一万物 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将这个一理解为万物之因 就是万物的原因 或者说叫万物之源 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家的眼里 这个一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上帝 那么这个上帝就和一一样具有超越万物的地位 我们之后会提到上帝的超越性体现在 它超越存在 超越善 超越理智等等这些理性概念 作为一个大统的一 它肯定不是一个合成物 合成物比如说 我们用一个积木搭成一个城堡 这个城堡是被不同的积木所合成的 如此说来 虽然这个城堡它在自身上是一 那同时又是多 因为它是由多个积木所搭建而成的 但是一作为超越多的存在 它也定义为不可分割的 它是一个不可被分割的统一 不可被分割的整体 那么它超越了部分和统一这一对概念 那么作为一的上帝也同样是不可被分割的 所以新柏拉图主义者论述上帝就一种简单性 这种简单性 意味着不可被区分的一 所以上帝永远是一位上帝 它不可被分割 也没有任何部分 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到目前为止 带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 对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来说 行而上学的终极问题 其实是上帝观的问题 对于 他们理解这个上帝 他们理解这个世界 行而上学的问题 其实他在问 为什么存在是存在 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是谁使得世界成为了现在这个世界 谁使得存在成为存在 在英文上是 为什么being是being 所以如果翻译成中文有点 找可乐的意思就是 为什么是其所事 是是其所事 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一旦新柏拉图主义者接受 上帝是最高等级 或者说在最高位阶 或者说在最高体系的一 那么上帝作为万物之音 我们要了解存在 为什么是存在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上帝是谁 所以在新柏拉图主义体系下 行而上学的问题 其实就转换成了上帝观的问题 所以本次讲座 我把题目定在 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观 但我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主题 新柏拉图主义哲学 是一个主要线索 但我并不激励于 新柏拉图主义的框架 来谈论这个一或者上帝 并且我的讲座 我个人认为 我还是希望的讲座 主要限定在哲学范畴 但我并不回避任何与之相关的 神学概念和神学论述 实际上我们一旦进入到 关于上帝是谁这个问题的讨论 哲学和神学就混在一起了 我们无法分清楚 这到底是哲学还是神学 要讨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 我们就不得不讨论柏拉图 实际上柏拉图更像是 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然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 将这个问题给回答 然后完善它的体系 柏拉图 就是主要讨论 伊核多问题的首要著作 是巴门尼德篇 这本书也被视作 柏拉图一个思想转变的书 标志是这本书 我们都知道 柏拉图是非常喜欢 以第三人称来讨论问题的 但它的早期和中期作品 还说柏拉图的 在书中它的主要主人公是苏格拉底 在这本书中 主人公从苏格拉里变成了巴门尼德 所以也体现了柏拉图在写着这个书的时候 它的思想的一个转变 在本这本书里 一小部分 柏拉图反思了自己的理念论 他认为理念论 造成的是一个多的概念 而这个多的概念 需要被统一 如果不被统一的话 它的理念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另外主要的篇幅 巴门尼德篇是在做逻辑推理 主题是关于伊核多 它一共做了八组逻辑推理 它用这八组逻辑推理来讨论各种关于伊核多的议题 实际上柏拉图并没有把自己的大一统的一个统一 为核心的这种行为上学体系建立 并且写下来 但是有一些学者认为 柏拉图的整体思想 或者说柏拉图的毕生追求 其实就是在追求一个大一统的 并且超越的伊 图兵根学派持这种观点 他们认为 柏拉图虽然没有把这个学说写下来 他们称之为叫魏成文的学说 但是这是柏拉图毕生追求 并且在他的各种著作里 不管是他的政治学著作 还是他的关于伦理学著作 还是哲学著作里 都能找到蛛丝马迹 来验证这个魏成文学说的存在 刘康在介绍魏成文学说的时候说过 这一学说是贯穿于 柏拉图一生的行为上学构建之中的 即对于一个终极的 能够统设现象界 以及本体界的万事万物之多的 那个唯一且至高 自身为其他万物原因 而其自身无需原因的 柏拉图称之为太一 太一这个词 这个翻译是借鉴了 就是有点借鉴道教的翻译 在哲学上 其实在英语我们就是直接称它为 the one 而且是大写的the one 我们可以直接称它为一 这就是 所以柏拉图毕生的理想 其实是想要建造一个 建立一种这样的 以一为中心的行为上学体系 这个一是超越并统一万物的一 我们都知道柏拉图的理念论 它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有超越于物质世界的理念 但是理念有很多不同的理念 比如说小狗有小狗的理念 小猫有小猫的理念 但是这些理念必然会被统一于一个理念 这是柏拉图心里在思考的一个性商学体系 在巴门尼德篇 柏拉图之所以用 用巴门尼德作为主讲人 因为巴门尼德也用数字的概念来解释万物 巴门尼德此人无比崇尚数学 他认为数学的精炼和简单 并且表达力极强的特点 让他折腐甚至崇拜 巴门尼德这个人 他崇拜数字 他认为世界的本源其实就是数字 他崇拜到永长度 就是巴门尼德甚至把数字奉之为神 他认为数字可以表达一切 那么数字是这个本源 他还建立了自己关于数字的宗教 所以如果你说巴门尼德其实是一个 在某某程度上是个神棍的话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把数字奉为神 不过比较讽刺的就是 在巴门尼德那个年代 巴门尼德那个年代 他们并没有发现五里数 所以在当巴门尼德在研究 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时候 他发现如果等腰直角三角形 的直角边是一的话 斜边他找不到一个数字来代表它 因为我们都知道 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边比 是一比一比根号二 但是在那个年代 大家不知道什么是根号二 所以巴门尼德就发现 他在几何学中画出了一条线 却无法用数字来表达它 这是对他 对他整个人生了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伤痛 不过 柏拉图和巴门尼德很像 柏拉图也认为 柏拉图也把 也把数学摆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地内 他将数学视之为最精炼 最完美的对这个世界的表达 所以柏拉图把数学作为 形上学和真实现象界的中介 所以当他谈论这个世界的时候 甚至他当谈论这个世界的万物之源的时候 他认为只能用数学不停地接近这个万物之源 只能用数学不停地接近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柏拉图用一这个概念 来称那个超越万物的统一 是因为他认为只有数学的概念 可以接近它 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概念 其他的各种工具 他认为无法接近这个 他所认为的形上学的顶点 这个未成文的学说 在能可以在柏拉图的各种著作中 找到蛛丝马迹 在普罗泰格拉篇 就是第一次出现了一 这个单词 柏拉图在普罗泰格拉篇里 称这个一为诸德形的统一 就是所有 所有美好品责的统一 在理想国里也表达了 他认为无限的数 代表着无限的万有 而这万有必然归于一的想法 并且在柏拉图里揭示了 善就是一 所以对柏拉图来说 对于柏拉图来说 这个形上学的顶点 一是深奥 而不是神秘的 柏拉图认为他是深奥的 因为他并不认为 所有人都能认识这个一 有一次柏拉图在给他的学生讲课 他的主题是善是什么 学生以为柏拉图会讲很多的德行和美德 没想到柏拉图讲一大堆数学 他讲了一和多 讲了大和小 讲了多和少 然后他就被通知他的学生们嘲笑 柏拉图感觉到非常的失望 他觉得这是一门深奥的学说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懂的 不过柏拉图并不认为 他是一种神秘的学说 我们刚才提到 在巴门尼德大部分的篇幅 柏拉图给出的是八组逻辑推理 目的是运用辩证法的工具 接近并理解义 所以柏拉图认为 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 并借助辩证法作为工具 可以逐渐走向你 并认为人能在不断进行 逻辑训练之后 达到一种灵光乍现的状态 来认识到这个一 这和之后的新柏拉图 主义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反差 因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 不仅把这个一放在了一个深奥的位置 而且是神秘的 认为人的理性是不可以理解这个一的 柏拉图认为他所说的一是 是所有理念的理念 是所有原因的原因 所以是万物之因 当我们在理解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时候 他们经常会说一是万物之因 或者说上帝是万物之因 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 我们不能用因果律来理解万物之因的意思 在古希腊语当中 原因这个词其实和因果律不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我们所说的因果律 其实指的是充足理由律 意思是 任何发生的事物 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也就是说原因必然完全的包含着结果 那么原因才能产生这个结果 这个是一个逻辑定律 叫充足理由律 自迪卡尔以来 只要指费家谈到因果 他们实际上指的是充足理由律 这个逻辑规律并不是博拉图所说的因果 博拉图所说的因果不是指逻辑规律 而是一种始之成为可能的概念 或者说某物依赖于某物 当博拉图说一是万物之因的时候 他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 一使得万物成为可能 或者说万物依赖于这个一 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三角形 我们在画三角形的时候 我们会画三条线 我们可以说线使三角形成为可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线是三角形的原因 但是按照充足理由律来说这是错的 是没有这个说法的 因为线没有线的概念 没有包含三角形的概念 所以线是三角形的原因 不是按照充足理由律的逻辑概念推出来的 而是柏拉图的意思 是柏拉图运用原因的那个意思 所以我们会发现自迪卡尔之后 因果就逐渐等同于充足理由律 这就导致在之后的哲学家 他们理解因果是一种非常狭义的方式理解 比如说康德 康德直接把因果称之为一个知性范畴 康德认为因果是人脑中的逻辑规律 所以因果律的概念是人脑中的一个客观的机能 这个机能 因为我们拥有因果律这个机能 我们才可能认识外界事物形成经验 这是康德的想法 所以他把因果这个概念完全的变成一个人脑的逻辑规律 但是他在论述自己哲学的时候经常使用使之成为可能这样的描述 比如说他认为人的统觉或者说人的范畴 使经验成为可能 他也说人的时空观念使直观成为可能 实际上他可以直接表达为统觉和范畴是经验之因 只不过在康德那个年代 大家流行用侠义的因果律来理解因果 所以康德不得不说统觉使经验成为可能 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在伯拉图的那个因果观念 就是统觉是经验之因 统觉使得经验成为可能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座把我们一谈到因果 我们就希望大家不要想的是一个逻辑规律 是冲突流律 我们想到的因果其实就是使之成为可能的这个概念 以一作为中心的形和上学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分离问题 人们对一的理解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多一定是真实的 我们就生活在一个非常多的 就充满着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多种事物的世界 这个物质的世界的纷繁多样 我们是可以直接切身体会的 那么这个时候一如何使多成为可能呢 一是如何有多一是如何使成为多的原因的 一和多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旦我们将一和多的问题摆上来 并且我们说我们相信有一个一 是真实的且超越的 那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 一如何使多成为可能 对于柏拉图来说 一的超越性体现在 可以说是位阶或者说等级或者体系 一的超越性体现在它超越万物 所以在柏拉图的想法中 他认为一是万象之象 象可以翻译成就是理念 这是理念论的那个理念 所以他认所以柏拉图认为 一其实是所有理念的理念 是所有原则的原则 按照理念论这个翻译 我们就应该说一是 一是统一了所有理念的一个最高理念 柏拉图认为一作为万物的理念 没有任何部分 但是万物就可以分有这个一的理念成为万物 所以基本上柏拉图的如果简单来说 它其实有点像道家的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意思 因为柏拉图认为一超越万物 一会产生数据上二的概念 所以一和二成为了世间万物 成为可能的最初的两个概念 就大和小的概念 多和少的概念 一和二的概念 所以一和二的概念在通过累积可以形成万物 基本上柏拉图就以数据的概念来理解 以产生万物的这个过程 对柏拉图大地统的统一 基本上在后续有三种回应 一种回应是对于柏拉图的这种大地统的统一 是一种持否定的态度 他们认为这个统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是可以不能被认识的 或者是并不真实的 另一种是我们要讨论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回应方式 将这个一的超越地位 无限的升高 无限的放大 新柏拉图主义教学家将柏拉图这个一 给予了一种神秘的超越地位 第三种是一种折中的理解 是一种一既是超越的又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会会着重说一下第二种 就是新柏拉图主义对柏拉图所说的这个万象之象的理解 以一位中心的学位上学有两种研究方式 柏拉图的著作也可以被清晰地分成两种不同研究的方式 我们把它称之为向上之路和向下之路 向上之路就是人通过物质世界不断向上 一个体系一个体系一个等级一个等级的向上攀爬 或者说一个等级一步步地向上追求 去追求到最终的那个一 向下之路就是我们承认一是真实的 那么一如何使得万物成为可能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分离问题 这是向下之路 这些问题就是一到万物这个过程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介绍之后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的时候 会通过这两条线索 一种是向下之路 一种是向上之路 我们去看一看他们新柏拉图主义哲学 是怎么对这些问题有解释的 第一个要介绍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 是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之父 他叫普罗提诺 他继续了柏拉图的讨论 他将一作为最高者 这个最高的意思就是说 一处于最高的等级超越万物 普罗提诺在描述一的超越性的时候 也继承了柏拉图关于一和二的讨论 柏拉图认为一超越二 一超越了二 是最高等级的实在 普罗提诺也这么认为 一在数学上就是指一 而不是二 普罗提诺把一和二区分得非常清楚 普罗提诺认为 理智和理智对象在数学当中 永远是处于一个二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去认识外界事物的时候 比如说我书上有个杯子 我在认识这个杯子 那我作为思考者和杯子作为被思考者 在普罗提诺看来 这一定在数学上处于一个二的关系 所以 理智和理智对象构成的是关于二的知识 而一超越了二 所以在普罗提诺这里 一作为超越者 他不仅超越了万物 他还超越了理智和理智对象 这里的理智并不是指人的理智 而是一种作为大一统的 可以思考的实体或者实在 这个可以进行思考的实体 必须思考他的理智对象 比如 就是刚才我举的例子 像人一样思考一个对象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对象 所以理智和理智对象 是有区分的 它分成了二 既然一超越了理智 理智是一 既然一超越了理智 一在数字上是作为一出现的 而理智和理智对象 在数字上作为二出现的 所以一 必定超越理智和理智对象 既然一超越了理智和理智对象 那么就是说一超 可以翻译成就是一超越了所有的思想 因为一超越了大一统的思想 那普罗提诺所认识的一 就是不可能被任何理智所认识的 不可能被人的理性和思考所认识的 这和布拉图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因为布拉图我们提到 布拉图是认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辩证法 或者理性逐渐接近那个一的 但是普通经济在这里认为 一超越了二 一超越了理智和理智对象 所以人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和逻辑能力 认识这个一 因此这个一就超越了思想和思想对象 那么这个一就是不思的 说这个一是不思的 这个论题其实是有缺陷的 在普罗提诺的想法里看来 问题不是一能不能思 而是说我们甚至不能问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这是听不到你声音了 你看你有手机 哦我看你被静音了 我把那个声音打开 喂 我还是听不到你说话 你不信用手机吧 听不到你说话 你用手机的话 打开你的 就是你平用你的手机 现在没有你的声音啊 你先打开进一行 这要是杨先生的重新进入 好看你进入了你把那个 现在可以听得到吗 你听到你把电脑的 现在我用手机 对对可以听到很清楚 好的你刚才讲到 对你刚才讲到那个 嗯 一是不思的 而且甚至是不可以问的 对这个 对这个普罗提诺 对对好 嗯嗯 对于普罗提诺来说 呃一超越了 思和不思这个问题 因为它超越了理智和理智对象 所以 所以我们甚至不可以问 是一是不一是 思还是不思的 就好像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问在三维空间 正方体存不存在 但是我们 我们最好 我们不能问在二维空间 存不存在正方体 那么一个更合适答案是 我们不是说正方体 不存在于二维空间 而是说我们不能问 二维空间存不存在正方体 所以对于一来说 一它超越了思和不思 它超越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 所以说一是思的 其实也不太妥 一是不思的也不太妥 它超越了这个问题 我们问不出这个问题 对于普罗提诺来说 而普罗提诺 普罗提诺认为 一超越了理智和理智对象 而理智对象就是存有 存有在英语上就是being 所以一不仅仅超越了理智 还超越了存有 也就是说普罗提诺认为 说一是存在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准确 普罗提诺的意思是 一既不是存在 也不是不存在 而是说一超越了存不存在 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问一存不存在 所以一不是是 而是是的生产者 就是在英语说 一不是being 而是being的生产者 所以一不是存在 而是存在的生产者 所以说一是存在的 对于普罗提诺来说 我们说一是存在的 不如说一是真实的 而对于普罗提诺来说 一不是个being 反而一是个reality 在普罗提诺的描述中 他把一称作hypostasis 英文的解释 这个词的解释是 underlying reality 是在隐藏的真实 也就是说 普罗提诺认为 一对于理智隐藏了起来 人不能认识一个 这个一 但是它是个reality 它是实在的真实的reality 同样对于希腊哲学家来说 动和镜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话题 显然动和镜在数学上 也是二 因为动和镜是一对 一对概念 在理智和理智对象这个层面 才有动和镜的话题 因为理智和理智对象这个层面 在数字上才是二 普罗提诺说 运动使思想成为可能 而镜止是保证思考的对象 是统一的 所以一也超越了运动和镜止 同样说一是运动和镜止 都是不准确的 因为一已经超越了运动和镜止 这一对概念 和布拉图不一样 普罗提诺不认为一是善 因为还是刚才一样的逻辑 因为普罗提诺认为 一超越了善和非善 善的概念是有意识的 或者说有思想的 被指称的被思想物 比如说人称某些物体是善的 是我们有意识的人称 被思想的存有的一种描述 所以普罗提诺认为 一超越了理智所有的描述 超越了所有思想 没有关于自己的意识 也就超越了善和非善 所以对于普罗提诺来说 一不是善 而是产生和规定善的reality 所以一被他称之为至善 超越了所有善的善 说他是至善 是因为太一被理智所思 说他是至善 也并不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至善 是因为太一能被理智所思 当理智 当我们人或者说我们 或者说有思想之物 思考太一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会称他为所有善的善 超越受善的善 我们称之为至善 这个OK 所以这个至善的名字 也并不是太一 并不是一给自己的名字 而是一被理智所思的时候 被称作至善的名字 这就体现了普罗提诺将一 他将一摆在了一个不仅深奥 而且是神秘的超越地位 理智不能思 甚至超越了一切 以至于言语不可描述 相比于柏拉图来说 他的哲学体现了更多的神秘主义味道 因为一是不可以被描述 甚至不可以言说的 之后有一位 之后有一位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 他叫大马什格斯 他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默契的哲学家 他其实是非常受到忽略的 一个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 他甚至比他做出的贡献 他是比柏拉图普罗提诺更近一步 他甚至拒绝用一这个称谓 来称谓他们所讨论这种大一统的实在 大马什格斯认为 这个一超越了所有思想 超越了一切 所以我们不能对这个一说任何的东西 我们不能用数学的概念把它框住 我们不能管它叫一 它不是万物之音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 因为当我们说万物之音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企图描述这个一了 大马什格斯认为 我们不能描述这个一 所以我们甚至不能像普罗提多那样 称这个一为万物之音 所以他主张人们直接用否定的名字来称呼它 他管这个一直接叫ineffable 这个ineffable的意思就是不可言说者 就是那个不可以说的人 所以ineffable这个不可言说者 在语义上其实是没有指向任何实际的意思的 所以大马什格斯认为 这个一除了不可言说之外 我们对他是没有任何可以说的东西 所以大马什格斯推进了普罗提多 将这个一变得 改造了一个更神秘的地位 甚至我们连说都不能说 他的名字就是不可言说 对于新布拉图主义者来说 这个一实际上说的就是上帝 在普罗提多的文本里 其实普罗提多把上帝和一这两个名字是互用的 也是互相相通的 他也明确地表示上帝其实就是一 那么如果他认为上帝就是一的话 那么刚才我们对于一的论述 都可以放在上帝身上 所以上帝就是超越一切的 上帝就是超越思想者和被思的 上帝是超越运动和静止的 对于普罗提多来说 上帝就是万无之音 我们可以将普罗提多和黑格尔进成一个简单的对比 黑格尔同样也认为上帝是超越存在的 黑格尔说就上帝存在吧 这一问题而言 旧行为上学家便认为 当然这旧行为上学家指的是 笛卡尔之后不是 的主要学家 旧行为上学家便认为这里的存在为一种 纯粹肯定的 究竟至极的 无比 无上优美的东西 但以后我们便可看到 这存在并不单纯是一种肯定的东西 而是一个太低级的规定 不足以表达理念 也不配表达上帝 所以黑格尔同样认为上帝超越了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上帝和我们日常用语所说的存在是不一样的 上帝是一个超越存在的 的那个上帝 我们甚至不能说他是超越存在的存在 超越存在的实在 但是我们在描述他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那实际上存不存在这个话题 黑格尔也认为上帝超越了这个话题 我们不能问出这个问题 但是黑格尔和普罗提多的分歧 就在于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在自己思考自己 而普罗提诺认为一是不思的 是无意识的 所以更准确的说普罗提多认为一是超越了四和不思的 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那么这些之前所说的是 对于一的介绍 对于普罗提诺认识的一的介绍 之后我们就沿着之前画进两条路来谈他的哲学 之前我们有提到上上之路和向下之路 我们可以从向下之路开始说起 普罗提诺是如何来解释他的分离问题的 我们最熟悉的对于普罗提诺的一个学说 就是他的流逸说 但实际上流逸说是普罗提诺在解释分离问题的时候 常用的一个比喻 他并没有大量运用这个流逸这个词 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一种误解 不过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秀点去理解 普罗提诺所说的一和万物间的关系 普罗提诺说 事实上正是因为太一一无所求 一无所有 一无所需 所以他自身是完全的 甚至说可以满意出来 他的充盈产生出他自身之外的新的东西 这产物生成之后又回转到太一 被充满 并因为凝视太一而成为理智 他的止步和转向太一构成了视 他对太一的凝视则成了理智 所以普罗提诺认为 完全的一有产生不同于一 产生不同于一的新的东西的能力 而这个一本身就是无限的 所以他产生出来的东西 虽然由一而产生 但是这个新的东西分有了一 但这个一并保持的自身不变 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 就是说假如说我一框苹果 这一框苹果有无限个苹果的数量 那么我拿其中一个苹果出来种树 种出了一棵苹果树 我就说这个苹果树 显然是与之前的一框苹果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可以说之前的一框苹果 使得这个苹果树成为了可能 因为我拿这框苹果里的苹果 种出了苹果树 那么这一框苹果就是苹果树的因 这个苹果树就是果 但是我刚才又提到 这个我的一框苹果又是无限个 我取走了一个苹果之后 我的苹果这框苹果里还是无限个 所以我这框苹果其实是没有变的 我的一框苹果是没有变的 它的已不变不动 无所需无所求的状态 就产生出了一个 不同于一框苹果的苹果树 所以在普洛提诺看来 一自身没有任何运动 一一无所求一无所居 自身是无限完全的 从这个角度一产生了理智和事 这就构成了分离问题的最关键的一步 一既保持了自身 又产生了理智和事 那么这就是分离问题最关键的一步 普洛提诺是沿着柏拉图的思想来说 就是他解释了一如何生出的二 那么一生二了之后 理智又会模仿 模仿一 也就是说一生出了理智 理智又模仿一生出了理智的 这种的行为 又生出了灵魂 这个灵魂指的是大全的灵魂 是灵魂的整体 而不是某个单一的灵魂 而这个灵魂的整体 又模仿刚才所说的流一的过程 生出了个体灵魂 这个个体灵魂进入了物质世界 成为了物质世界的原则 最后使物质世界成为了可能 这是普洛提诺 所构建的整个从一到万物的过程 这个过程 是从理智分有一开始的 刚才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 虽然理智分有了一 但一是无限的 没有部分的 不可分割的 刚才我们提到 这是在新柏拉图主义者 称之为简单性 所以在普洛提诺看来 理智分有一 和一是简单性 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 而一是没有部分的 它是无限的 但是理智还是分有了一 形成了理智 理智分有一 并不能说明一是有部分的 而一是有简单性的 在这个问题上 柏拉图看来 理智分有一和一是有简单性的 这两个命题是并不矛盾的 这是普洛提诺对分离问题的回答 也是普洛提诺 关于一 关于一的形而上学的 向下路径的解释 之后 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普洛提诺的向上记录 普洛提诺认为一超越了理智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一是不可能被认识的 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表达 既然一超越了理智 那人就不可能用自己的理智 去认识这个一 所以普洛提诺反对 柏拉图所说的用辩证法 或者理性知识 能够去认识一和上帝 但是普洛提诺 似乎并没有把认识上帝 这件事情完全的否定 普洛提诺提到 我们若要谈论太一 首先要祈求神本身 不能口头祈祷 而是敞开我们的胸怀 用灵魂向神祷告 这样才能与神单独交流 他就说他自身是一 既没有与自身的区别 也没有与他物的区别 因为当他上升到那里之后 他里面就既没有运动 也没有情绪 没有对任何事物的欲求 甚至也没有任何理性和思想 甚至他自身也不在那 如果我们非这样说不可的话 他似乎被神充满 完全失去自己 处在一种孤寂和漠然的状态 他的整个存在既不转向任何地方 也不忙碌于自身 而是处于完全静止当中 成了某种静止 似乎 普罗提诺承认有一种方式 可以从一上升到 可以让我们的思想上到一那里 但是他在讨论这个方式的时候 是以一种完全神秘主义的方式讨论的 在之后的新布拉图主义哲学当中 尤其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 迪奥尼修斯的哲学当中 会有更详尽的论述 不过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普罗提诺在这里否定了理智和理性 可以认识上帝的可能 而他却描述了某种经验 这种经验可以和上帝交流 所以新布拉图主义哲学的神秘性 不只体现在于超越万物上面 还体现在向上之路这里 追求真理 追求超越理性知识的经验上面 他也是用了一种经验 非常神秘主义的表达方式 这种大组统的统一问题 在基督教哲学领域得到了更多的发展 当然新布拉图主义哲学 将一和上帝化等号 这无疑是要求我们 如果想要认识万物 那么作为最高等级的统一 那个上帝 我们就要认识那个上帝是谁 所以我们要认识万物 我们要认识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就要认识上帝是谁 那么这个议题就逐渐变成了 作为万物之音的上帝是谁 那关于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有三个框架来解释的 第一个框架就是我们所谈到的 新布拉图主义的框架 新布拉图主义的框架 就是把一和上帝 放在一个非常超越的位置 那这个超越的位置 到了一种神秘的地方 它有一种简单性 但是新布拉图主义的框架 的问题在于 新布拉图主义认为 上帝和一就有一种简单性 也就是说上帝和一 他不接受任何在数字上的区分 比如说我们他 新布拉图主义哲学家 研习 研习布拉图的想法 就是一绝对不是二 只要有了二的概念 那一就已经不 只要有了二的概念 那一肯定就不是二了 所以新布拉图主义哲学家 对于一的理解是 没有任何区分的一个 只有一的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就很难被 基督教的哲学所接受 是因为我们 基督教哲学相信 上帝实际上是三位一体 Mark比较喜欢 三者一位的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 我觉得可以 就是在这个讲座里 就运用三者一位 这个概念 那么基督教哲学认为 上帝是三位一体 那么上帝既然是三位一体 那上帝不仅是 一个一的概念 还是个三的概念 这个在新布拉图主义哲学 这里是不可被接受的 因为等于说 如果对上帝 做了一个三的区分的话 那这个上帝 就无法到达 他们所想的那种高度 那种超越的地位 就不是他们所说的一了 所以新布拉图主义哲学的框架 实际上把三位一体 这个概念 踢出了他们的框架之外 那我们所介绍的第二框架 是经验哲学的框架 代表人物是托马撒奎纳 他说 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欲望 想知道他所看到 任何结果的起因 于是人们产生了惊奇 但是如果理性生物的智力 不能触及事物的第一个起因 那么自然的欲望 就仍然是空虚的 因此必须承认 受到祝福的人们 看到了上帝的本质 经验哲学家们认为 虽然上帝拥有一种简单性 但是三位一体 并不伤害这种简单性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 完全拥有完全一样 完全一致的本质 这个和新布拉图主义是不同的 他们不认为上帝 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的 而人们对上帝 可以有一种认识 这种对上帝的认识 和上帝的本质 在经验哲学家们看来 是完全没有区别的 比如我们称之 我们称上帝是善的 是信使的 是爱的 这些名字 对于经验哲学家来说 其实都是指向上帝的本质的 所以经验哲学家 并不区分上帝的属性 和上帝的本质 并认为那些受到祝福的人 是可以看到上帝的本质的 也就是这些属性 第三个框架 被称之为败战庭的框架 这个框架的突出特点是 它不像新波拉图主义 和经验哲学那样 他们单一的讨论上帝的本质 他们的特点是 它区分了上帝的本质 和上帝的能量 在这个框架下 上帝的能量被描述为 环绕在上帝周围的 上帝的行为 动作 影响 属性 所以上帝的行为 动作影响属性 是上帝的能量 做这些行为 动作影响属性的上帝 是上帝的本质 这就和经验哲学 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不管是马克西姆斯 还是帕拉玛斯 都认为人们 所有关于上帝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称上帝 是良善的 上帝是爱的 这些都是对上帝的属性 和作为的描述 简单来说 对上帝的能的描述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所有 对上帝所说的描述 对上帝的称颂 都是对上帝能的描述 而不是对上帝本质的描述 持这种框架想法的 哲学家们 比如说帕拉玛斯 就批判经验哲学家 如果我们不区分 上帝的本质 和上帝的能 就会像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不能区分 创造者和创造物 和被造物 这很容易形成 经验哲学家们 相信万物分有上帝 并和上帝有一种 有一种类比 这种类比是 霸占庭框架的 哲学家们坚决反对的 他认为 万物的本质 和上帝的本质 应该完全被分开 即使 问一下 不好意思 半战庭框架的 哲学家们认为 即使万物分有了上帝 但是我们也不能将 万物的本质 和上帝本质 进行类比 而是应该被 完全区分开的 而上帝的能 在当中就充当了 一个必要的中介 所以这里说 所以这里说 上帝是无限的 可以和不可理解的 所有关于 他的可理解 所有关于上帝的理解 就是他的无限 和不可理解 所以我们 他后面说 but all that we can form concerning God does not show force God's nature but only those that are around his nature 这里说 that are around his nature 说的是 围绕上帝 本质所存在的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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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扇庭框架下的 哲学家们 非常喜欢运用的 一个描述 当他们谈论 什么东西 围绕上帝的本质的话 他们其实 讨论的就是 上帝的能 这个周围 这个词 非常鲜明的 可以让人们知道 他们在这里 讨论的 就是上帝的能 他说 但我们所能 肯定的一切 关于上帝的事 并不是显明 神的本性 而是显明 他本性周围的 实际上 说的就是能 我们所肯定 关于上帝的一切事 所说的都是 上帝的能 而不是上帝的本质 巴战庭框架 清楚地将上帝 分成了 在不同体系下的 不同的意思 这段 这段我简单翻译一下 就是说 上帝是完全的 上帝是完全的 完全的 他的本质 上帝是三位一体 的每一个person 上帝是他的能量 但神的能量 不是上帝的本质 天父不是神的本质 天父不是神的能量 在能量中 上帝是上帝的知识 神是神的旨意 但神的知识 不是神的旨意 然而父子灵 在本质上是一个 即知识意志等 父的知识 就是子的知识 因此 在同一性的逻辑当中 如果A等于B 和A等于C 那么B等于C的 这种学术框架 和西方传统 在一般情况下中 他在拜占庭位框架中 他被打破了 实际上说 在拜占庭的框架下 上帝这一个名字 只称了 可以只称三个东西 上帝这个名字 既可以只称 上帝的完全本质 也可以只称 三者一位 也可以只称 他的能量 上帝的完全本质 三者一位 和上帝的能量 他们三个都被称为上帝 但他们三个是不同的 他们都是上帝 都是不可创造之物 他们之间是不同的 而上帝的能也分为多种能 比如说上帝的知识 和上帝的意志 就是两种不同的能 所以说 我们把这三 我们把上帝的完全本质 三位一体 和他的上帝的能量 都被称为上帝 但是上帝的完全本质 和三者一位 比如说和圣父 圣子圣灵 是不一样的 而圣父圣子圣灵 和上帝的能量 也是不一样的 上帝的能量 和上帝的完全本质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搬帘庭框架 打破了西方 A等于B B等于C 所以A等于C的逻辑方式 这种逻辑方式 在搬帘庭的框架之下 并不总是正确的 打个比方 一个边长为四的正方形 在二维空间下 和一个边长为四的正方体 在二维空间下 展示起来是完完全全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二维空间 在平面世界里 看一个正方形 它是一个正方形 但我们在一个平面世界里 看一个正方体 其实我们看到的 还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在二维空间里的 正方形和正方体 是一样的 而我们把一个 边长为四的正方体 放在三维空间和二维空间 即使我放的空间不一样 但正方体还是正方体 所以这个边长为四的正方体 不管是在三维空间 还是在二维空间 它自身都是等于它自身 所以在二维空间的正方体 等于三维空间的正方体 那如果我们承认 在二维空间的正方形 等于在二维空间的正方体 那么在二维空间的正方体 也等于三维空间的正方体 那么我们再 按照西方的传统逻辑 我们必然弄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在二维空间的正方形 等于三维空间的正方体 这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为什么A等于B B等于C 所以A等于C 这框架被打破了 是因为 A等于B和B等于C 很可能是在不同的体系下成立的 既然它们是在不同的体系下成立的 那我们就无法将二者一起运用 来得出我们的逻辑结论 刚才我们讨论了三种框架 是新波拉图主义的框架 和经验哲学的框架 还有拜占庭的框架 这三种框架 其实都被用来 解释我们的第三位知识家 叫韦迪奥尼秀斯 这三种框架都被用来解释 韦迪奥尼秀斯的思想 而韦迪奥尼秀斯这个人 他在历史上 也被列为新波拉图主义知识家之一 他虽然被称为新波拉图主义知识家 但我个人认为 用拜占庭的框架 去理解韦迪奥尼秀斯 是最贴合的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 韦迪奥尼秀斯和刚才所说的 拜占庭的框架是完全一样的 韦迪奥尼秀斯之所以加个韦字 是因为迪奥尼秀斯这个人的 是这个人的写作的笔名 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的历史上 还有在考证 有证据表明 他的笔名是因为 他在圣经中有一个叫迪奥尼秀斯的人 用这个名字来写作 但是根据年代考证 根据年代考证 他和圣经里 和描述的迪奥尼秀斯 他们写作的时间 和圣经里那个人生活的时间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别人就否定了 说写这些著作的迪奥尼秀斯 并不是圣经的一个迪奥尼秀斯 他只是用了一个假名 所以韦是其实是假名的意思 迪奥尼秀斯 是他的用的一个笔名 关于他的真实身份 有人说迪奥尼秀斯 是刚才我提到的 最后就是末期的 新布拉图主义者 大马士格斯 有人说他是大马士格斯 但也有人说不同意见 但这是历史考证的问题 并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叫伪迪奥尼秀斯 刚才我们说 之前的三个框架 都可以用来去解释 伪迪奥尼秀斯 但是我认为 当然去解释 迪奥尼秀斯著作的这种 就是这种方式有很多 那我可能今天我介绍的是 我来理解迪奥尼秀斯的这个方式 我来理解迪奥尼秀斯的方式 我觉得迪奥尼秀斯 他和半战亭的框架 是非常贴合的 但并不是完全一致 在某种程度上说 迪奥尼秀斯 在半战亭 所论述的一些细节上 表现出了一种 非常大的模糊性 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 迪奥尼秀斯的很多著作 都失传了 很多著作只有著作的名字 没有著作的内容 但是他确实在一些细节上 和帕拉玛斯和马克西姆斯 具有一些细节上的分歧 比如迪奥尼秀斯 基本没有关于上帝的意志的讨论 这就让有些学者在怀疑 迪奥尼秀斯是否 总是坚持着半战亭传统上的 将上帝的本质和上帝能量区分 所以因为我在这里呈现的是 我的理解 或者说是 我的老师对迪奥尼秀斯的理解 我还是认为迪奥尼秀斯 基本上持有的是 将上帝的本质和上帝的能量区分的 这样的一个理解 迪奥尼秀斯和刚才提到的 半战亭的框架 最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 他几乎不用本质这个词来描述上帝 刚才我们说半战亭的框架说 上帝这个名字被运用在于 上帝的完全的本质 和三者一位的本质 和上帝的能 但是迪奥尼秀斯 从来 很难说从来不用 这几乎不用本质 就是伍斯伊亚这个词 实体这个词 来称呼上帝 甚至在一个非常激进的文本中 他说 他说超越一切的神性 超越了一和三位一体 或者说三者一位 他既不是统一 又不是三者一位 他不是我们或任何其他存在 所构想的任何东西 他用了一个极具个性的词 来描述他所相信的上帝 他管这个上帝叫 Hiddenness 或者直接叫Divinity 我们就可以翻译成 他管一个 处于一个最高等级 最高体系 一个彻彻底底否定的上帝 他管他叫神圣的隐藏 在迪奥尼秀斯之前 基督教和新布拉图派的 哲学家们经常 就是经常使用隐藏这个词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像迪奥尼修斯这样 用一种实质性的隐藏 来指代这个超越的person 或者说指代这个超越的 超越一切的一 所以说在迪奥尼修斯这里 隐藏不是一个形容词 它是一个名词 迪奥尼修斯的神圣的隐藏 就好像新布拉图主义者 论述的一一样 他的隐藏的意思是超越一切语言 超越一切描述 隐藏于黑暗之中的上帝 这里的隐藏于黑暗之中 不是说我们通常的黑暗的理解 这里的黑暗它说的是 它指的是上帝隐藏于黑暗中 指的是上帝遮蔽了自己 并且万事万物的理智 都不能理解这个神圣的隐藏 不仅仅包括人的理智 不能理解这个神圣的隐藏 天使的理智 也不能理解神圣的隐藏 所以迪奥尼修斯这里区分的是 神圣的隐藏 三者一位和上帝的能 我们看这就是和 这就是和这个半战庭的框架 非常地像 半战庭的框架区分了 上帝的完全本质 三者一位和上帝的能 只不过迪奥尼修斯这里不讨论 他认为神圣的隐藏 是超越五西亚的五西亚 他不可以用五西亚来指称它 所以他把这个Divinity 和把这个最超越的上帝 最超越的完全的本质 称之为神圣的隐藏 神圣的隐藏 是一种完全否定的表达 上帝显示自己 上帝是在三者一位中 显示了自己 而上帝的能 实实在在的 使物质世界成为可能 所以 所以有一段 有一段描述 是描述 神圣的隐藏 和三者一位之间的关系的 迪奥尼修斯说 神圣的隐藏 是完全隐藏的 无法言说的 而三者一位 是哲学性的 可展示的 当然 他们三者 都被称为上帝 当我们说上帝的时候 我们指的是三个 是这三个东西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不能理解 这三者 是上帝 我们不能用部分 就是像刚才 新巴拉脱主义 哲学的传统一样 我们不能用部分 和整体的关系 来理解 神圣的隐藏 三者一位 和上帝的能 他们不是 上帝的三个部分 也不是 他们和上帝的关系 也不是整体 和部分的关系 上帝总的来说 就是一 只不过按照 我对迪奥尼修斯的 一解 是同一个上帝 在三个不同体系上 所表现出来的 三个不同的本质 实际上迪奥尼修斯 在石圣的隐藏 是否超越 三维一体这个问题上 显示出了 它的极大的模糊性 没有文本 除了我展示的 非常激进的文本之外 那其他地方 没有文本 直接的说明 迪奥尼修斯认为 神圣的隐藏 超越了三者一位 但是我对迪奥尼修斯的 解读方式就是 神圣的隐藏 是超越三者一位 是在更高的体系下 隐藏了自己的 那么 根据 新布拉图主义 哲学的传统 他对上帝的简单性 在迪奥尼修斯这里 就有了一个 区分性的答案 按照新布拉图主义 理解的那样 严格的简单性 被定义为 没有区分的话 那么只有神圣的隐藏 符合这个标准 但如果按照 半战亭 框架和经验哲学的 框架来理解的话 简单性 不意味着没有区分 而意味着 没有分割和分离 那么 自身可以和自身相区别 或者和自身 可以和自身 就有某种关系 那么迪奥尼修斯的 三者一位 也是具有这种 弱简单性的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 一个是强简单性 也是弱简单性 强简单性的 简单性就是 自身和自身 没有任何区分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迪奥尼修斯的 神圣的隐藏 而这种弱简单性 是体现在三者一位 上帝的三者一位 虽然是一个本质 但是自身和自身 有一种关系和区分 是圣父圣子 圣灵的关系和区分 同样 虽然有哲学 有学者认为 上帝的本质 和能这个区分 对于迪奥尼修斯来说 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但是我也承认 他确实在这个问题上 保持一种暧昧态度 但是我还是认为 这是一种 他的细节处理问题 我个人还是持持的观点 是迪奥尼修斯本人 还是坚持了上帝的本质 和能的区分 他说 当我们把上帝之名赋予那超越的隐秘者时 当我们称他为生命或存在 或光和道时 我们的心智把所把握到的其实 无非只是向我们显明的某些行动 这些行动圣洁化并产生存在 引起生命 给予智慧 所以这里就 我觉得很清楚地表明 他把上帝的本质和上帝能做了一个区分 他同样也认为 比如说我们对上帝的名字 我们称上帝为道路真理生命存在光道 这样的东西 其实都是在描述的是上帝的能 而不是他的本质 迪奥尼修斯的向下之路 我认为是神圣的隐藏 作为最高的等级的神性 他是统一 他是一 迪奥尼修斯的神圣的隐藏 是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一种否定神学 也就是说迪奥尼修斯 并不把这个神圣的隐藏做任何的定义 我们不可以说神圣的隐藏 而神圣的隐藏在 上帝的三者一味的概念中才得到了彰显 并上帝的能使得物质世界成为可能 他的向上之路 这是迪奥尼修斯的向下之路 向上之路被他称 他用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词语 被称为 他称之为天阶 hierarchy 还有两部书 一部叫天阶 一部叫教阶 这两部书都用了hierarchy这个词 所以这个词的讨论 迪奥尼修斯的时候特殊的意义 他是 所以说 说当我们用hierarchy这个词 在迪奥尼修斯的哲学里面讨论的时候 他赋予了这种特殊的含义 而不是普通 哲学家所用的hierarchy的含义 他认为 hierarchy这个词意思是 是一个神圣的秩序 一种理解状态 和一种神圣者启示相称的 被提升至 对上帝的模仿 上帝的美 如此单纯 如此美好 如此丰盛 是如此丰盛 如此丰盛 是完满的源泉 是完全不受不相似的东西 浸染的 他向外伸展 根据每个存在物的功德 而给予他们一份 并且通过神圣的圣事 而在和谐与宁静中 给予每个完全的存在者 他自己的形式 实际上 迪奥尼修斯的向上之路的论述 和马克西姆斯和帕拉玛斯 有非常大的重合 他也认为 关于上帝的知识 是对 迪奥尼修斯也讨论了一个 超越理性的一种知识 这种超越对他来说 是一种对上帝的模仿的可能 是完完全全上帝的恩赐 他的贡献在于 他把这种特殊的体验 或者是我们如果用东方教会的传统 直接用神话来说这种体验的话 他认为是按照秩序进行的 第一层是撒拉福 基禄博 宝座 他认为这三者 他这三者是离上帝最近的 是天阶 是这个阶层体系最高的第一层 而第二层是全能主和力量 第三层是天使 天使长和首领 他认为第一层环绕上帝的周围 是最精进上帝的阶层 迪奥尼修斯不断强调 这个阶层体系的主导者是上帝 在某种程度上 是上帝的给人的一种恩典 他说阶层体系 就是指某种完满的安排 上帝的至美形象 上帝的上帝之美 把自己启明的奥秘 神圣的向外 安排成阶层体系的理解力 的秩序层次 阶层体系所容许 最大范围内 与自己的源泉相向 所以 所以迪奥尼修斯 虽然认为 我们的理性和理智 是不能认识上帝的 但是我们如果 但是上帝给予人一种恩赐 就是可以一个阶层 一个阶层向上的 逐渐去接近 这个至高者上帝 但是由于我之前提到的 迪奥尼修斯 关于上帝的本质 和上帝的能量的区分 在文本上带来了 极大的模糊性 所以他似乎并没有 像马克西姆斯 和帕拉玛斯那样 在这种神话上 强调上帝的本质 和上帝能量的区别 他说 他说 我们应当把 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心智的 非物质和稳定不移的眼睛 抬向那圣光的庆祝 这光也是最首要的 而且甚至还远远高于首要 它来自于那神性的拳权 也即胜负 不过我们应当 从这光明的庆祝 继续上升 以便达到那圣光 本身的单纯光芒 我个人在这里 采取了一个保守态度 我并不认为 我并不像迪奥尼修斯认为 我们可以到达 这么高的一个体系 甚至我认为我们 在神话的经验上 确实呈现这种阶梯的状态 但是我很难承认 我很难承认 我们可以向上帝的本质接近 所以在最后我们可以 所以在最后 我希望还回到 半战城的框架式下 谈一谈马克西姆斯和帕拉马斯 他们这些哲学家 对于这种超理性的诠释 这种诠释 我觉得是一种 更保守的一种 那种态度 而且这种诠释 更注重上帝的本质 和上帝能的区分 马克西姆斯 称之为超越任何理性 和理智的经验 或者感知 他说 他说 他说我 他说我并不认 就是怕 马克西姆斯认为 这种并不是人的理性能力 而是超越理性能力的 一种经验 由于马克西姆斯和帕拉马斯 都强调上帝本质 和上帝能量的区别 他们就把这种对上帝的经验 或者说对上帝的体验 或者说这种神话 完完全全的限定在 上帝能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这种超越理性的经验 只能发生在 上帝的能的范围 或者说上帝能的体系之下 而永远不能达到 上帝的本质 这个是半战庭的框架 对这个 神话的理解 对我这个 对我今天的 presentation可能就到这里 这就是我最后一个slid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